大家好啊 李克强这个人 以前被包子鸡是管得死死的啊 没什么用 最近呢 开始发腻了啊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这也是 吐空中国的一个现象 大家都记得胡锦涛在总书记 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这个任上 搞了十年 真是头九年多 甚至在某种原因上九年半 基本上就没搞什么事啊 就局部的小老小老搞点事 大权呢都在江泽民的手上啊 都为江蛤蟆江派彻底的控制 但是到最后差不多小一年 不到一年啊 大概八九个月的时间之内 突然绝地反击 突然这个叫做这个什么 这个胡萝卜啊 挺挺红的啊 挺红挺挺挺挺长挺硬的 搞得挺好的 然后成功的最后赶走了这个江泽民 在军博的办公室 成功的抓捕了这个薄熙兰 接下来又成功的联合西包子 抓捕了周永康一等中央军委一六的贪官 真是打的江派是人阳马翻 真是胡萝卜人生 作为一个做一个土工的面瓜政客啊 真的他所有的光彩 所有的所有的牛逼轰轰的地方 都是在最后的几个月 你会发现他的政治传染李克强也是如此啊 最后的不到一年了嘛 就是最后的差不多小几个月的时间不到十个月吧 那真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那你不断的跟西包子过不去 不断的给西包子拆台啊 然后以每次西包子吹牛逼 然后迅速就被这个李克强就就拍死了 然后真是叫做什么四两勃千斤 典型四两勃千斤 就是借你打你啊挺牛的 所以包子里最精彩的就是说 啊我们实现小控社会了啊 然后尼克强放了一个统计数据啊 说中国还有两 还有六亿人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 哎呦喂 这是上哪儿讲道理 所以尼克强这个人为什么呢 这个土工的内斗啊 他是非常残酷的 真的这是土工的 有人说的为什么土工是这样的 他们说这是从沿岸搞起来的 沿岸的时候毛泽东的时候就是内斗嘛 就是互相挖坑吧 往死里整嘛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他是根据机会来的 所以现在李克强现在是在官场的这个支持度啊 那是节节攀升啊 他其实招数很简单嘛 因为所有的权力都在西包子的手上嘛 他也没什么权力 反正就是叫无视一身轻 他没有什么值得对方可以抓住的把柄 你们如果说过去这几年 这十年所有的经济的决策权 都在李克强的手上 然后中国经济搞成这样 那李克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功 只有被动挨打的程度啊 所以你有时候不干活啊 你看共产党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要想进土工的体质混混吃喝喝喝醋啊 你一定记住不要干活 你把99.99%的精力放在拍领导的马屁 放在战队 然后把0.0001的精力放在做事情就行了 因为你做的事情越多 你越给对手留下把柄 你不做事反而你很安全 你去看那些那些个孙子 都是不做事情的 凡是做事情的 你像当年的火药帮做事情 那做的好的呢 赵紫阳做事情做的好的呢 开玩笑啊 结果就被拍死了 你不做事情的 像李鹏这个垃圾 他就一辈子就搞了一件事 搞了一三峡 三峡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技术活 我不管三峡对不对 就是这个东西 它跟政治没什么毛无关系 所以呢 他也是满足他早年去苏联留学 学水利工程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乡院 或者这么一个儿时的一个梦想 所以他无伤大雅 这个大雅就是中国的政治的内度 他不卷入这个东西 所以没事 其他的时候你看李鹏干了什么事 他啥也不干 包括六四的时候 大家都说李鹏是罪魁伙手 是不是是是是杀人犯 想多了 真的李鹏根本就不是好吗 有一句说一句啊 我不是帮李鹏说话啊 丁小平 杨长坤 他们那帮军头 王震他们这帮军头不拍板 你李鹏十个胆子 你给他二十个胆子 给他十个脑袋 他也不敢去对学生开枪 他没这个能力 他也没这个欲望 他没这个本事 所以呢 在中共的体制内做官了啊 这是我的作为一个过来人 由衷的建议 不要做事情 你就是盯着对方有什么错误 你就赶紧出手 但是有些东西你要去拍马屁 这是第一是吧 告密 第二完了以后 专门挑对方的错误 内斗嘛 你一定要有这个本事是吧 三大点啊 传说有点 共产党土工当官的秘籍啊 第一拍马屁使劲拍啊 包子哪里养哪里 你就去给他抓 不管什么敏感部位啊 越敏感的地方 你抓的越舒服 你说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 好了 不说错话了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尽量不干活 不干活 但是呢 有些东西还是要干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尽量挑对方的错误 把你眼睛睁大的 把眼睛睁大了以后 不是要去干活 而是挑对手的错误 第三告密 就这么三点 你把这三点搞清楚以后 你绝对在共产党体内 混得风生水起 所以李克强也是掌握这套东西的 所以你看现在包子里 过去十年全是他干的活嘛 是吧 全是他干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统一领导 统一部署统一指挥 是不是 结果就给对手留下了无数的把柄 所以李克强主要抓住一个问题 他就可以搞定细胞子 就是中国的经济不好 中国的老百姓收入不高 这两天出台一个政策 全国所有的公务员 开始大面积降薪 这一降薪不是一点点 我们以前说降薪和加薪 都是缓慢的 是吧 比如加薪 我去年一千块钱 今年涨了一千二 高薪坏了 那真是高薪了 因为你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讲 200块钱 他可以真的过好久 过一个星期的日子 他挺好的 他真的感恩大家 觉得我们的党好 我们的政府好 我们的习主席好 真的 但是降薪也是啊 降薪也不可能突然就一下子 降很多很多 降一点点 因为你降多了以后 官员体制内的人就炸了嘛 李克强不是这么干的啊 李克强开始多是开始降薪 而且尤其是一些发达的地方 北京 上海广州 这些个地方 广东 上海的处级干部 年薪35万 现在一口气砍到20万 一下子降了15万 这什么概念 哪有这样降薪的呀 是不是 还不是把他抓进去坐牢算了 还有什么 杭州的失业人 失业兵的收入啊 也是降了40% 这不让人活了 你知道比如40%是什么概念 1万块钱我只有6000块钱 1万块钱有1万块钱的活法 一般意义上 收入跟生活的消费方式 它是成正比的啊 就是你一个人一个为5000块钱 和一个人一个为1万块钱的那个消费方式 生活生活的腔调 它完全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收入人的收入它是有档次的啊 你到了1万块钱 1万块钱的人和2万块钱的人又不一样 2万块钱一个的人 基本上你就处在比较任性了 在中国啊 因为中国的话 有些地方的开支 因为你啥都有嘛 是不是 你房子没有没有没有房租嘛 那你就可以随便随便花随便玩 就我是有体会 等到我一个月有了两三万块钱的时候 我发现我就可以去糟蹋钱了 你糟蹋钱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 我大概一个月能够挣到两三万块钱的时候 我就开始糟蹋钱了 干嘛呢 玩车呀 改装件呢 是不是 盯着我的车 天天研究 给他改一个大包围 给他改一个加一个尾翼 给他改一个什么什么避震 什么KW 什么改 给他改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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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车卡钱 红色的 是不是 给他改个大龙骨 就搞这些事情 为什么呢 用你钱多花不完了 花不完你就开始烧钱造钱了 就这样子 那一个月五千块钱的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 就是你必须要算 不然的话你这个月你吃饭都是个问题 到了最后几天你就没钱了 到了一万块钱的你基本上你就可以不用考虑我这个月是不是有几天没钱花 但是你也不能造 这三个档次清清楚楚的啊 所以这个你可以讲 打稀包子 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套路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 你想想 他怎么突然就搞起来了 经济要正式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需要一段时间的 需要好几个月 有的时候要一年 以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美国有个经济学 叫叫什么来着 我也想忘了名了 他专门研究韩国的经济起飞嘛 那起飞这个东西啊 它是有很多个技术因素的啊 比如说你的国民储蓄 其中有40%要用于投资 你现在中国人都不敢投资了 40% 10%都不到 所以有些很很直观的数据 所以你说你一个想上来就能把经济搞起来 不可能的啊 你不要以为你一个想是 你以为他有三头六臂啊 不可能的 但是他可以不断的说经济不好啊 不断的把老百姓的把 尤其是把体制内的官员的薪水降了 让他们恨习包子啊 这也是经济问题啊 所以就搞了这么一套措施啊 挺有趣 它是个内部文件啊 真的是一个秘密文件 说要降薪水了啊 财政没钱了啊 我中央不会给你钱了 因为中央财政它是一个转移支付嘛 就是你先把你的地方的收入 你交给中央 中央再根据我们之间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框架 然后把一部分钱返还给你 现在中央财政也没钱了 我就不返还给你 或者少返 返还给你一部分 那一少返还 那地方财政就 哭天抢地 就没钱还了 没钱还就没工资了 没工资怎么办 降工资呗 降谁的工资啊 体制内的人的工资啊 所以干部编织和事业编织降的特别厉害 这是一套连贯性的动作 目的主要是掀起土共体制内的狗官们反习反包 赶紧把他赶下台 我们一起继续当官方的死老婆 你说这个李克强搞这种套路是不是稳达稳达 我跟你说 朱镕基最高最最善于搞这些事情 李克强啊 也善于搞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全国的官员就是把气撒在包子李身上 包子李自己二百五 他还有自己真是 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这么支持我呢 这是个屁啊 你给他钱的时候他就支持你 不给他钱他马上就阻止你下台 阻止你飞机逝世 阻止你祖宗十八大下地狱 他就是这样啊 中国的人他是没有一个价值观的 他没有一个钱就是价值观啊 陈丹青老师不是说了吗 到所有的价值观都消失的时候 中国人就选择一个东西做他的价值观 就是钱 所以你土工的体制就完完全全是这么一个愚蠢的低水平的游戏规则 当你的官员没有钱的时候 工资这样的时候 他恨你肖子恨得痒痒痒 当所有的官员都不跟你玩的时候 你即便你就是 啊 露袖子 二百公斤麦子 二十一扇刀不坏间 你死活要黏人 那黏人有什么意义呢 没什么意义 因为没有人支持你的 是不是 你还不如自己早点下台滚蛋呢 现在包子李就处在这么一个套路上面啊 很难受的 很难受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蛮佩服这个李克奖啊做事情 真的 中国的土工工研他就是这样子的 你让他搞点正儿把你的事情他不行的 他不敢搞 他觉得冒险 我说了嘛 就是你不要做事情 你不要积极的做事情 你不要老觉得自己能够改天换地 不要有这个想法 但是呢你可以去专门挑对手的毛病 专门添乱 专门搞这个窝里斗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所以土工 你进了土工的体制 你一定要记住 不是让你造福于民 这不是你能够干的事情 但是呢你可以去搞窝里斗 斗的是不亦乐乎 完了以后 你斗多了以后 你会发现人生的抑郁满满的 爆爆的爆棚 哎 然后觉得自己在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做贡献 没想到你其实是狗咬狗 谢谢